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的隔音墙被两条钢筋给砸破了 在凌晨4点多有一台连接车载运两条19公尺长的钢条 总计有30多公顿重 在行经水源快速道路的泉州扎道口附近 疑似没有绑牢过弯时两条钢筋滑落 穿破了旁边道路的隔音墙 警方获报到场疏导交通幸好没有人员受伤 但警方也发现了该路段其实进行连接车 而驾驶的临时通行证上月的已经过期了 没有换新最高也可以开罚1800元 连接车经过弯触下一秒 轰然巨响车上两条钢筋滑落 砸破了车道旁的隔音墙 墙体零件喷飞四散 隔音墙被砸出了一个大洞 画面看了触目惊心 这部连接车24号凌晨4点多 载着两条19公尺长的钢筋 合计有30公顿重 新京水源快速道路全州砸到口附近 一次没有捆紧车上钢筋 过弯的时候两条钢筋滑落 穿破了道路旁的隔音墙 警方获报赶到现场疏导交通 警方连夜清理道路一度阻塞 经过四个小时才恢复双向通车 驾驶是称它刚够的部分 它是有绑电条 有绑电条 那自称时数是40公里 幸好没有人员受伤 不过警方也发现该路段进行连接车 驾驶的临时通行证 在上个月底就已经远期没有换发 可处最高1800元的罚还 现在不光是交通责任 北市监管处也介入调查 要厘清肇事原因 如果有发现违规也将开罚 记者王志恩张元杰台北报道